有民眾到昆丁菜喳的飯店吃烤肉 就是吃這個BBQ 竟然發現這個食物裡面有一批 生生的米港豆的豆瓶 怕這個不好說 家在東西沒有大嘴吃 如果沒有 適合不堪食材 民眾在吃烤肉 有些西方人 相當外責 跟他們問有好吃 原來他們在食物 發生的米港豆瓶飯店的因緣 才會有關心 事情發生在困難後去飯店 民眾說當時等不吃晚飯 好家才沒吃得很大嘴 當時雖然都有口 也有跟飯店歡迎 民眾這棵烤肉是怎麼用到米港豆 食材切割包裝 剩造成刀片 可以到客人的餐盤上 要加強教育訓練 改用小剪刀來去做出力 限期改正 藉期不改正 除新台幣6萬元以上2億元價罰款 衛生教已經要求飯店 限期改善 台灣已經開始比較多 又來路由大部分 群庁也變成任務的路由景點 為了買迎接遊客 飯店應該做好 還有那麼多準備